由桂倫美 張孝全 岳小鳳等人 領先主演的電影 女朋友 男朋友 即將在8月上映 演員們今天在導演楊雅哲的帶領之下 現身西門町場面相當熱鬧 至於劇情說些什麼呢 導演賣了關子 要觀眾進戲院找答案 下進前方好嗎 也太開心了 為了和心目中的女神 喝杯咖啡 男粉絲可是使出渾身解數 又唱又跳 就是希望能夠打動桂倫美的心 如此熱鬧又溫馨的場面 原來是暑期搶檔 女朋友男朋友電影的宣傳活動 透過粉絲們的告白遊戲 點出電影的主題 而且參與演出的男女主角 還以親身經歷呼籲粉絲 愛一定要大聲說出來 是在一個萬聖節的派對 然後臉上還化了妝啊 化成僵屍啊 然後突然就拿起大聲功 效果很成功 所以大家可以去嘗試 而且夏天是非常熱的季節 所以需要很大聲 很多能量嘛 可以再試試看在學校 告白的方式 會成功的 而大家一定很好奇 演員最有印象的一場戲 究竟是什麼呢 突破嗎 我幫你說好了 你幫我說好了 吸手指 吸手指 什麼吸手指 到底是怎樣的劇情 讓張孝全必須吸手指 導演賣個關子 就等大家到電影院 一探究竟 再不跨越台灣三十年時空背景的電影 描述三個青春男女 在友情 愛情與情情中的糾葛與掙扎 導演楊雅哲 集合貴倫美 張孝全 鳳小月等一線卡斯 並在電影配約上有所突破 如此精心打造 就是要讓觀眾耳目一新 聯合營 王恆秋 正希 台北報導